我们去买月饼 我最喜欢吃的是莲蓉蛋黄月饼 白莲蓉 我觉得那个很好吃 其实我喜欢吃水果月饼 水果 对 水果月饼 感觉味道好 那你妈妈喜欢吃什么月饼 白莲蓉 一样的 一样的 蛋黄是吧 是传统的那种物质 他不吃蛋黄 他不吃蛋的 那就光白莲蓉吧 不是说你妈妈鸡蛋都不吃吗 对啊 那我们就买棉绒的就好了 不要鸡蛋了 买水果的 时间过得好快 阿龙今天就要回惠州了 钓鱼的那个事 我觉得只有等你下次到南冲 来再钓鱼了 你昨天还是没钓到 你也没钓到 大家都没钓到 都没钓到 我们昨天去了 就没一会儿就开始吃鱼了 那个堂子不行 我们下次换一个池塘 钓不到鱼 怪吃 因为看那个帅哥的那一个堂子 他钓的都不想钓了 其实他还想钓的鱼太多了 就不敢钓了 半斤你不要跑那么快 我们马上就要去买月饼了 在这里也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 国庆快乐 双节快乐 对 然后阿龙和我也在家过一个节 大概在10月23号吧 我就要开始 趁高速免费的时候 我就要开始去看一下属于我们的车了 我在想 我还不确定几号过来 那没关系 我可以自己带着搬进去看 那到时候我们在其他地方回头吧 因为如果国庆后的话 高速就收费了 然后我们又不能很快速的去看了 收费的话 就只能每天漫游游走 看一个我们能买得起 然后没什么压力的车 我们看到有个十几万的车 所以说我们到时候会去看一下 不管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 反正就是想做的是有多大能耐 但是不要给以后增加任何的压力 对吧 也不想就今后带来 就是说因为自己穷的人 带来一些没必要的麻烦 对困扰 应该说是困扰 我觉得我们在这边真的是 我们租房子也好便宜 才500一个月 然后我们在这边停车也是免费的 一分钱都没收 没有 因为这边是个学校 学校周围这些停车都是免费的 这还挺好的 这里有个学校 我们走了两个月 边包车一分钱 停车费的 最开心的就是南充到惠州 每天都有直打的航班 而且不贵 而且都是五六百六七百的机票 就太好了 我觉得惠州和南充 这种异地链根本都不算异地链了 就一回去就两个小时 就像坐了个高铁一样 对比高铁都快 而且最主要的是 我们房车 以后买房车 我们以后买房车 在惠州那边也可以一直待着玩 在南充这边也是 我们能工作300天在车上 60天就可以南充完一段时间 惠州完一段时间 然后自己的父母每天也能看到我们的动态 因为我们都是拍视频出来 所以说这个工作真的是挺好 所以说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让我们走到现在 以后我们就是说 遇到真的塌方落实的那种路 我们就要慢慢走 要看天气预报 不能让家里面人担心 毕竟虽然说赚钱是一方面 但是安全是第一 因为毕竟我们想走的路很多 想把中国自家游便 甚至国外很多地方都想去 因为我们两个就这种互补 确实能让我们去看遍世界 像我们上次在一步子 待了两个月时间 我就会会一些基本的很简单的 比如说买东西多少钱 慢慢的也会听得清楚的 环境会让你也就成长得很快 更快 所以要学英语 就把你扔到国外去就可以了 对啊 要学英语 把我扔到国外就好了 其实我也把我扔到国外去 淡京也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他一直想看外面的风景 我把车就停在外面 我都给行车费了 他这个电动车他没走 怎么办呀 进到他前面去 都有蛋黄 莲蓉蛋黄都有 看看这些吗 蛋黄纯白莲蓉 你看都是蛋黄 都有蛋黄莲 你妈妈吃完只能吃散装的 因为他不是 他有的他是没有蛋黄的 没有蛋黄 但是又是火腿啊 这个他里面 只有一个月饼是蛋黄的 其他都不是蛋黄的 那就拿这个吧 他有一个月饼是有蛋的 你确定 你确定只有一个 我看到他写的就一个 你别拿错了 他们说很多都有 你看这很多都是有蛋的 他每一个他有十多个 有九个的 都有一个有蛋 有没有定下的 就是每一个都有蛋 不是每一个都有蛋就行 两个姐姐 还有姐姐没拿呀 拿三盒应该要 寄了 有会计啊 会计了 拿两包羊肚丁嘛 拿两袋松茸嘛 松茸不一样 或者枸杞也该再拿一包 其他的像那种什么喝的那些水 都是加工的 就怕那个一般 我也买了两个散装的月饼 914了 选择支付 请扫描手机复传码 我们买了两个月饼 闪装月饼 闪装月饼自己吃的 用这个擦一下水 就可以吃月饼 这个我吃的是 年龙 我吃的是水果月饼 就是凤梨的 你不要给它舔 舔着你就吃不了了 你只能给它抓 不能让它舔着 我们两个在一起吃一下月饼 就过中秋了 先把这个手擦干净 我那个月饼半天可以吃 我那个是水果味的 我这个半斤也能吃 看 棉绒蛋黄 棉绒蛋黄 半斤它不要 我怕它咬到的事 结果掉了 吃了 半斤还是吃 我们这要吃的好难看 在家里吃就会好一点 就一桌丰盛的菜 弄点酒 把月饼这样切成块 吃的这个月饼好整 如果我们下一年要去新疆旅行的话 我们就在新疆多买一些松荣 那些超市包装的 两肚菌 分量太少了 又贵 分量太少了 你妈妈都吃不了多久就没了 嗯 让它先吃着嘛 后面我们到那个什么的时候再买啊 我要歇一下 这个太干了 吃起来好累人 我百度一下 狗狗到底能不能吃月饼啊 他能吃什么东西他都能吃 只是说要吃少一点 他能吃安全带哦 现在回去把视频做了 等到五点多我就送你去鸡场吧 我们一个月饼都没吃完 钱都不要不要的 受不了 刚刚只给半斤吃那么一点点 我查了一下 半斤还是不要吃 小话不好 吃点吧 吃不了了 太腻了 闻到我都现在有点打串了 今晚上我就能回到家了 所以祝大家中秋快乐 活性快乐 走吧 半斤我们回去了 回去休息到 休息到五点多送你吧 现在才下午三点啊 大家要吃月饼 中秋来了 少吃一点 真的是好甜 现在马上六点了 我们现在才去机场 因为南中那个机场是小机场 八点钟的飞机 就提前一个半小时差不多 对 大机场的话 要提前两个半小时 小机场无所谓了 应该不用 我记得有一次我提前了40分钟 就进去了 对就可以了 像那种大的省灰城市 那种机场 一个滑行就要很久 让我们不着急了 不着急了 现在是5点55分 我是8点钟的飞机 还好 南中 欢迎你 下次再来 阿龙只能吃个麻辣烫了 对 麻辣烫 关东煮 我们现在到机场了 然后我就吃关东煮 吃完 我待会就去坐飞机 因为在机场吃东西比较贵 半斤也来 这个地方好 弄一个丸子给半斤吃吧 要不然它用碗拿来 没关系 这样也可以吧 先放地上 放地上它能吃的 把盐给弄掉 来 来吃一下 小心 小心 那个绳子 它跑了 小心 我一口就吃完了 半斤你一口就吃完了 很香 坐下 坐下 跑下 好吃 半斤你龙爹走了 过几天就回来了 我们现在也要回去了 回去超市购物 然后去我爸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别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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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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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有半斤真好 守护绳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